1926年8月17日 江泽民出生于江苏省扬州市 一个爱国知识分子家庭 江泽民从小受到爱国主义思想和民主革命思想的启蒙 同时在诗书世家的氛围中 深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 江泽民早年就读于扬州东关小学和扬州中学 在扬州中学求学期间 家乡被日本侵略军占领 他常去梅花岭 明代爱国名将时刻法目平调 引诵史公辞的迎联 数点梅花王国类二分明月顾臣心 抒发悲愤心情 1947年 江泽民从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毕业后 1954年9月 江泽民奉调参加兴建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 1956年5月回国后 在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任动力处副处长 1962年 江泽民调任第一机械工业部上海电气科学研究所副所长 1964年和1965年 江泽民先后作为中国代表团副团长 1980年 江泽民先后率团到泰国 斯里兰卡 马来西亚 新加坡 菲律宾 香港 墨西哥 爱尔兰等国家和地区考察 1982年5月 江泽民任电子工业部第一副部长 党组副书记 1985年 江泽民出任上海市市长 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 在他倡导下 上海市政府采取每年必须为人民办起件实事的做法 1989年6月 在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上 江泽民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同年11月 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决定 江泽民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强调抓住机遇 加快发展 集中精力 把经济建设搞上去 在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上 江泽民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江泽民做题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 把建设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的报告 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他提出 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 我们进行的一切工作 既要着眼于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 同时又要着眼于促进人民素质的提高 也就是要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把不断改善人民生活作为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重要结合点 在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发展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 江泽民指出 必须把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摆在首要地位 不断促进先进生产力发展 这是党始终站在时代前列 保持先进性的根本体现和根本要求 他强调 人是生产力中最具有决定性的力量 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工人阶级 光大农民 他强调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 面对世界范围 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 必须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 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 江泽民担任中央军委主席期间 对国防和人民军队建设提出许多重要思想 创立了江泽民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 他领导推进中国政府对香港澳门恢复形势主权的 一系列准备工作 1997年7月1日 实现香港回归 1999年12月20日 实现澳门回归 他先后赴香港澳门 参加中英政府 中普政府举行的香港澳门交接仪式 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后 他强调 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全面正确贯彻 一国两制方针 面对国际局势跌宕起伏 江泽民深刻洞察世界形势发展总趋势 提出了一系列外交和国际战略思想 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理论和实践 他指出 和平与发展 仍是当今时代的主题 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 在曲折中发展 给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带来了机遇和有利条件 新的世界大战 在可预见的时期内 打不起来 他提出 中国把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 作为对外政策的基本立足点 增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和合作 加强相互帮助和支持 江泽民高度重视党的自身建设 号召全党同志坚持从新的实际出发 他强调 在我们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发展中大国 要把全体人民意志和力量凝聚起来 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 必须毫不放松 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 他指出 必须始终坚持党的群众路线 一切为了群众 一切依靠群众 尊重人民群众创造 倾听人民群众呼声 在整个改革开放 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 都要努力使工人 农民 知识分子和其他群众 共同享受到经济社会发展成果 夺取了1998年抗洪抢险斗争的全面胜利 保证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航船 始终沿着正确方向破浪前进 新征程上 全党 全军 全国各族人民 万众一心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而不懈奋斗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